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订票 然后呢这个Napa Valley的这个品酒小火车有几种选择 还有不一样的价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订的想选的来选 我们Google一下这个Napa Valley One Twin 就可以进到它的官网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路线 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垄断的公司 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公司里选 它是一个火车 它只是分为不一样的车厢 这个路线呢在1864年就已经开始了 它的火车呢是一个有100多年的 号称是比较奢华的这种老式火车 它是一个三个小时36万来回的这样一条线 实际上呢Napa Valley是一个区域 它很大分为很多的city 它这个路线就是从Napa这个city一路往北 开到这个北边的三哈兰达的这个city 然后再开回来 路过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酒庄的庄园呀 还有这些葡萄 葡萄地吧就是影片 这是它路过的这些city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叫tour the train 我们进到这里 进到这里呢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 你要坐的车厢的内部的情况 实际上呢就是只有四种车厢 我们点过去 比如说这个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车厢呢 就是一个周围没有玻璃 大家看到是路偏的一个车厢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种 这种叫poolman standard dome car 这个呢也是最有名的 我看很多姐妹选的是这个选项 因为它拍照应该是比较出片的 首先它是一个比较新 红色的这种天格容的座椅 都围着这个玻璃呢是这种广形的 所以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 剩下的呢这个就是poolman dining car 这个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选项吧 如果你坐进去就会看到 它是布置的像一个老式的一个餐厅 也是很漂亮 然后这个餐车是吃甜点的地方 它是蓝色的这种天格容的座椅 点这里 这里呢就会进到这里 你就可以选自己想做的这一天 然后这天呢会有那种选项 我们首先选了一个周六 周六第一个呢就是一个800块钱 这应该是最贵的 这个车厢贵在哪里呢 首先它就是那个露天的 可以进到这个车厢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行程 大家看啊 它主要是贵在 带你去了两个酒庄瓶酒 所以它不光是在这个火车上 还有呢可以带你去照 这个Napa wallet这个sign 就是这个标志 但是我说呢 这个选项是非常的不值 因为你往下看 别的选项呢大概有500多300多 对不对 还有200多的 但是这个想象800多 一下贵了这么多 它带你去的呢 无非就是这个 这个标志 这自己也能开车去嘛 不见得它带你去 然后呢 它去的这个品酒的酒庄 如果我们进来发现 如果你单独自己去呢 50块钱一个人 好吧 所以说 如果你选了这个800块钱 我觉得就特别不值 所以我们就pass 愿意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谁也不要选这个啊 除非你是土豪 可是你看呢 这个soul out了 居然就是已经卖光了 可见湾区的土豪是非常的多啊 然后呢 就是刚才看的这个dome car 就是那个很漂亮的 有一个弧形的这种车厢 这个车厢呢 它是475 这个贵在哪呢 贵在是因为这个车厢 就是弧形的一个玻璃 我觉得虽然很漂亮吧 但是也不是很值 所以pass 这个是575 这个为什么贵呢 大家可以看它的介绍啊 因为它是有七道菜 配了七种不一样的葡萄酒 就是每一道菜 它给你配了一个葡萄酒 那个呢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那葡萄酒是相对贵一些的嘛 而且你在一个品酒小火车上 所以倾向于就是喝到更多的酒嘛 这里呢 如果你想体验更多的喝酒的感觉呢 就可以选这个 总理就是说你花钱 在只是看到一个弧形的玻璃上比较好吧 而且这个玻璃我觉得开太大了 对于咱们怕晒的女生好像也不太好 这个呢 有一个320的 就是稍微便宜一些 还有一个 afternoon tea 就是下午茶的 这个是375 还有一个 就是 这个lunch的这种 它分为这个early sitting和late sitting 这个early sitting呢 剩的比较少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early sitting就是先吃饭再吃甜点 late sitting就是先吃甜点再吃饭 按大家就是吃饭的顺序呢 肯定就是愿意先吃饭再吃甜点 所以呢 这个一般卖的就比较的快 当然 它吃饭是在一个餐车上 吃甜点就会去到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蓝色的那个 有沙发的那个 是不一样的 这个 这个是dinner 是380 刚才看的也是这个弧形的这个车厢 然后这个有一个比较便宜的 是245 应该是200多的是 品酒小火车里面最便宜的这个选项了 然后呢 我想给大家看两个 就是比较special的这种选项 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是这个modal mystery dinner 就是455 相对于之前呢 还是不贵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像剧本沙一样的车厢 就是你不光可以吃饭 还会参与到这个剧本沙里面 里面有很多这个演员 他会穿上这些中世纪的衣服 和你一起 就是来破案 然后你可以猜最后谁是杀手 然后这里有一些 就是你要想谁是杀手的一些选项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大家呢 可以考虑定一下 还有就是12月的时候呢 它有这种专门的圣诞的 这个餐车的选项 它会布置的像圣诞节的这种氛围 然后呢 你还可以和这个santa 就是圣诞老人照相 还可以喝这个热coco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选项吧 它的availability呢 就在这里 如果大家想定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 快一点 然后看 这个好像还不贵 还挺便宜的相对于刚才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吧 然后呢 我们就出发了 我选的是这个 比较老式的那个车厢 中午吃饭的这个选项 因为这个选项最便宜 我建议大家都早一点出发 它是11点 这个车就开了 然后呢 它集合是10点半 就要check in 但是呢 因为我们开错了路 没有找到这个小火车站 停车的一个专门停车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找停车位 还要走过来 差点就错过了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爱情锁 原来全世界商家 想的赚钱的点子 都是一样的 终于到了我们上火车啦 进了车厢以后呢 有一个小哥带路 带我们去用餐的地方 发现所有的美国人呢 几乎都穿的比较讲究 就是像Find Dining的那种 Dressing Code 我们就是很随便的穿了一个T恤和短裤 每一个成年人呢 有一杯免费的酒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放在桌子上了 这里是菜单 然后背后是火车会经过的路线 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个热知识 只有在法国香槟省地区出产的 气泡葡萄酒才能叫香槟 其他的所有气泡葡萄酒呢 只能叫气泡酒 我订的这个呢 是成年人每位265美金 小孩呢是160美金一位 我本来以为呢 小孩的菜单会不一样 比如是pasta 米波那种 或者分量小一些 但是没有想到呢 小孩和成年人实际上 是一样的分量和菜单 先上了这个面包和黄油 小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这种碳水 当然了我也喜欢吃碳水 提醒姐妹们注意的是呢 这个车厢里特别特别特别的冷 大家知道美国人一般是不怕冷的嘛 但是在这个车厢里 所有的美国人都在叫好冷好冷 让服务员把空调开高一点 所以像我这种本来就怕冷 还只穿了一个短袖和短裤的人呢 简直是冻得瑟瑟的发抖 所以我们就在前菜里面呢 有沙拉和汤 我们果断的选了汤 这样还可以暖和一下 窗外的风景呢 其实是比较单调的 并没有想象中那种连天的葡萄园 但是呢坐在车里 这么悠然的看着外面 其实还是很惬意的 其实在同样的环境里 你的心态不同 看到的景色就不同 你的期待不同 看到的景色也不同 也许就像人生 懂得近 但是更要懂得退 接下来上的是主菜 大家懂得 一般主菜的选项就是鸡肉 牛肉和海鲜 我们就各点了一样 说实话呢 我觉得做的一般 算不上多经验 但是呢也绝对算不上难吃 老公说 一个人265 可以去米其林餐厅吃一顿了 我和他说 米其林餐厅有很多 可是Napa Valley的小火车 只有这一家 有时候旅游是一种体验 并不能单纯的用值不值来衡量 如果旅游想着值不值 那本身就是一种物质 因为你把本来该用来体验的时间和心情浪费在了衡量值与不值这件事情上 这样看来呢 中国的那句俗语来都来了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 我现在带大家看看这个火车的厕所 还是很干净的 而且也是那种复古的风格 连冲水的地方呢也是比较复古的 然后因为太冷了 我们三个人就跑到车厢和车厢连接中间的这个位置站了很久 然后呢就到了大家都期待的甜品时间 我们终于移动到了这个特别好看的甜品车厢 甜品车厢呢先上的是咖啡 咖啡是无限续杯的 然后因为太冷了 我就不停的在喝喝了一杯又一杯 一杯又一杯 我点了空不累 我老公和我儿子都点了巧克力熔岩蛋糕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以为是我老公的生日 所以呢还给了一根蜡烛 所以大家知道了过生日会获得免费蜡烛一根 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 毕竟谁会不喜欢甜点呢 这个餐车的后面是一个露天的deck 可以站在这里吹吹风 然后听到火车光当光当的声音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听火车的声音 光当光当光当 好像单调乏被 使则充满希望 因为随着这火车的声音 一觉醒来 就会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见到想见的人